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目前 重新评估就在地平线上 同时 也会开始一项释放你们的债务并重新排序 以及完全透明的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行动 这个过程会开始认真的在这杨历年的最后一个月体现 黑暗势力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迫使我们进入一种安全感 这已经剥夺了他们长期所寻求的胜利 黑暗势力这次盛大的最后一根稻草已失去作用 庆幸的是是 他们欺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徒劳无功的 你们将活在当下 当天堂胜利 你得到了你们的自由 考虑到所有需要的一切 以确保这一场胜利 单纯的一个问题是 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如何安排这次的转换 如此让他以一种共同合作的方式被执行 他将是朝向在地球之上建立和平的首个历史性步骤 在完全的和平被公开声明之前 依旧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同时 每个国家都会知道他们所签署的文件 是为了共同的和平存在 为防止从地球上被驱逐的风险 他们打破了僵局 所以请庆祝此次长久的等待就要结束 一个和平的未来对于你和那些选定跟随的人们是被确保的 你们也许奇怪这些剩余的黑暗实体如何能被约束 但请相信的是 那些问题制造者必然会从这颗星球被移除 并被放置在他们无法更多干扰地球之上 以计划好转变的地方 可能的情形是 黑暗实体的许多爪牙将会投降 且不再对公众制造威胁 由于新地球的升起 对任何黑暗灵魂或是其负面的行为都不会有一丁点的余地 很快 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和活动被严重的限制 最终他们的行为将被完全阻止 当他们从地球上彻底的被移除 随后你们将迅速的看到卓越转变的出现 以及和平的全面回归 正如你们之中许多人已体验过的 振动频率在不断的提升 必然会抵达一个关键点 那时扬声将发生 它是不可避免且无法阻止的 同时更低振动频率的灵魂将被留在他们当前的层面 伴随着扬声的到来 真正的工作将开始 同时你们的地球将着手进行必要的转变 以创建一颗新的行星 一个将最终没有任何过去伤害的迹象 没有曾经如此明显破坏的星球 大自然母亲将得到恢复 重现她最美丽的色彩 以及在亿万年前就已存在的无可匹敌的美丽 每件事物都将从许多的扭曲中获得自由 那些此刻你们从周围所见到的一切 同时所有的生命都会幸福的一同生活 处于完全的和谐中 很自然 这些转变会需要时间得以完全的显现 而我明白你们会发现 它们十分的可接受与令人愉快 要知晓 扬升一直向着每个灵魂开放 同时对于那些一直面向他努力提升的灵魂 都给予着相当的帮助 对于那些没有达成的人来说 也不存在视为一次失败的问题 每个灵魂都将在符合自身速率的层次发展 也总是存在着更多的机会 在其他周期的来临时前进 你们会得到你已赢得的一切 如此在你前进的每个阶段会越来越靠近扬升 你们得到了你们祖先的每一份帮助 他们知道如何给予你获得成功的目标坚定 你们拥有着无数光之存有的陪伴 他们来自更高时相转升到此 一些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被了解和确认 运用你自身的直觉的力量去判断 你会轻易的明白谁可以信赖 但是依旧有许多的灵魂无法继续前进 看似被束缚在了更低的振动中 他们已变得如此受限于自身的信仰中 而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 在此刻的现在 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 你要开放自己的心灵 越快的面向真理 你将堪清自己 你不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受到责备 迟早它会对你显得如此明显 你一直受到着误导 错误的把信任放置在错误的人事物上 一些领导团体会发现很难改变自己的教导 因为他们神圣的面子 然而事实是 这些必须予以面对 否则他们将被留下 由于时间的进展 当可以安全的直言不会时 那些精通灵性真理的人将展露头角 因为他们的工作早已被你们所了解 你们会很轻易的接受他们的教导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会很难 举例来说便是他们如此顽固的 深陷宗教信仰中 在所有的宗教中都存在着某些真理 但他们已被扭曲 由那些企图把全力凌驾于他人的人 你们的直觉依旧是你测量真理的最佳工具 但至少需要开放的心灵 那么最终你就必然会发现通往神圣之光的道路 不要担心揭露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进行 因为他们会伴随着说明而来将满足大多数真相寻求者的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光明会必定极其的担忧 事情发展的走向已转位针对自己 可以确信的是 不论发生什么光都会是胜利者 而且没有任何事能阻止他走向成功的趋势 毫无疑问 由于震动频率的提升更多的人正醒悟于背后的事实 其结果就是他们开始质疑自己过去接受过的一切 那些他们被告知的一切 举例来说 910亿的阴霾从未走远 更多的证据在被知晓 他本身就曾是不惜家族的一次蓄谋已久的破坏 他也总是会在陈旧周期结束的那一刻被曝光真相 浮出水面 很长时间以来在911事件的背后存在着投机的回避 但现在的证据是不可辩驳的 同时那些因为此承担责任的人将被公正的审判 没有谁能逃脱应付的责任并面对真相 当你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 没有谁会希望刻意责罚你 但如果你犯下了错误 这些行为就必须承认 你也能随后与你的指导灵讨论未来的方向 获得更充分的体验来克服自己的缺点 不过由于你已处在一个周期的结束 归结于你所犯错误的轻重 就有可能不引发业力的因果并带入恩典法则予以清偿 正如在过去已表明的 对你一生的回顾并不是要为你的错误进行惩罚 而是协商一条更广体验的道路帮助你克服缺陷 铭记在心 所有的体验都含有价值 如果你选择的道路要更久才能扬升并无太多不同 你们所有人都拥有无限的机会获得成功 也没有谁能逼迫着你更快成长 但却肯定会给予你每一份帮助 你的指导灵在之前已经历过这样的挑战 所以能很好地协助到你 在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就能齐请他们 他们也当然会很乐意为你服务 存在着两条主要的道路带着人们向前 一条是受限于更低振动频率 试图在第三维度以混乱和问题建立道路 另一条则是朝向着更高的振动 让光的力量成长得越来越强 这两条无法继续的并存 最终只有属于光的道路会保留并成功 当然这已经在发生 因为越来越多的灵魂在醒来 能够看清这些发生中的谜题的背后事实 真理就在心中 那些能以自己的直觉从遭乱中 甄选出正面能量的人将肯定取得进展 你将能鉴别出哪些灵魂值得你信任 并通过跟随他们设置你的道路 你们将被给予每一份鼓励去发现自己的真实道路 一旦发现你就会在自己扬升的准备工作中取得迅速的成长 一如往常 你也总是会在任何问题出现的时候得到帮助 如果某件事情让你感到正确 那么你也许能确信它就是如此 鉴别其他灵魂就能通过它们的工作 认出它是否站在光中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跟随它们的建议或教导 在此刻 许多的灵魂被号召传播爱与光的力量 以你的经验就应当能鉴别哪些导师是维新时代的到来而工作 许多的改变正等待着被声明 将很快与你们见面 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 模具已成形 所有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只是因为一些调整的需要 小小的修改还是可能 现在即将发生的是 你们正处于那被称之为灵魂收割的时期 以你们的扬升进入到更高震动 你们已行走了很远 体验过许多的转生 而你已从灵魂暗夜的长期沉睡中醒来 作为今天站立的你 就已是提升了自己并能够识别出什么来源于光 哪些又还处在黑暗 公共媒体依旧普遍的处于支持黑暗势力的人们的控制下 但在一次的改变以计划好 如此一种信息可靠且能信赖的新闻服务就将可能 能增长你们识别力的自是从网路上收集最好的新闻源头 作为他向你提供的可靠信息 明白在这个世界中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你们倾向在西方世界搜索自己的信息 当前他也是你的最佳信息源 但作为真相的揭示扩展到世界范围 最终所有灵魂都会明白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们所有人都找到了方法把精力完全的集中在所有正向的事情上 通过这么去做 你提供了必要的能量让改变成型 且不需要重复太多次把你的精神集中在你能量送出的地方 即便有时它可能不是你的意图 光已赢得了胜利 只是你们为了保持一种正向积极的位置还不能轻易松懈 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完成 很快 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将被号召在相关改变的领域担当突出领导者的位置 我带着爱和祝福留给你们 愿光明照亮你们的日子和完成的道路 这个资讯来自我的高我 我的上帝自我 每个灵魂都与上帝有同样的联系 在爱与光之中 麦克坤西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你好 听优优优 intru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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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